大家好,我是Crystal,是多云多的全職地产经纪 我今天就会介绍一些独立屋和townhouse的楼花 我会着重于华人比较喜欢的地区 麦感市Richmond Hill,Snowfield,以及Richmond Hill在北上的地方 例如East Guillemarie 第一个要介绍的项目就是Oakridge Meadows 这个项目就是Richmond Hill 交界位是Leslie和Snowfield Road的西北角 它是由四个知名的发展商在那里共同去建的一个新的development 全部townhouse和独立屋都不需要给管理费或者是务费 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管理费的freehold社区 它的地理位置交通是十分之方便的 来个高速公路404,十分之近,开车大概五分钟左右 来高冲站也是相当之近的 自然环境方面,距离附近 因为始终是Richmond Hill的北边 所以大自然环境也相当之好 因为附近也还有很多地方未开发 有一个最出名的湖叫做Lick Wilcox 附近那里已经有community center 有小朋友的playground 那里的湖你还可以去租那些pedal board去找 现在只是展示其中一个发展商 Aspenridge 这个就是他们的地理设计 每个发展商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地理设计 我现在只焦点在Aspenridge 这个发展商的地理设计 中间这里有个公园 Onlesley这里有三个小湖 这里稍后会建一间新的学校 这里是Beg to the Forest 所以这里这些屋 即还未推出这些 他们后院的后院是会对着raveen 就是我们所谓的raveen lot 我们来看看另其中一个for plan 这是45尺的独立屋 最近多了一些发展商 他们会建一些detach room with一个loft loft就是第三层 它也有没有loft 或者可以选择loft 这间屋的尺寸 比较大 4000尺 就是double car garage 这里一天到来 有个书房 living dining room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厨房 和family room 这里的family room 和dining room 上面的天花板 已经做了库房子 二楼 这里有四间房 每一间房 有自己洗手间 有自己的walk in closet 洗衣机干衣机 就在二楼 每一间房 有自己的洗手间 和walk in closet 最方便 不需要跟其他人搭 一定够位置去摆东西 三楼 选择loft loft 还有自己的洗手间 有睡房 有书房 还有一个厨房 还有一个厨房 Aspenrich 今次的发展商 如果你是买detach home 的话 它还会送 Wolf 或者subzero 电器 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它的features 它这些独立屋 的basement 已经会安装 heated floor 地暖 并不是每个发展商 都会做的 Aspenrich 这些发展商 他们是有卖獨立屋 和townhouse 他的townhouse 就是120万起 而獨立屋 就是196万起 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 计划 给大家选择 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project 相信 其实看开楼花的人 都一定会知道 这个project 就是Richland 和Richmond Green Richland 在Leslie 和Algamell 的东北角域 而且其实Richland 现在只剩下 是小部分 要给管理费的townhouse 卖 而且它也是有 5、6间的独立屋 拿出来买的 其实现在这些 已经是inventory sales 这些屋 大概的occupancy 大概就是 15至18个月 这个location 其实我之前也 已经介绍过了 下面也会帖 我以前介绍过 这个video的link 我现在也很简略地 再介绍一下 这个location 和Leslie的东北角 这个位置 距离highway 404 是十分十分之近 这里还有costco michael's 还有bubble tea 和食股 medical office 等等 这里就是Richmond Green sport complex 而伊達地 这里就是Richmond Green 这两个地方 只不过是Leslie街 隔开了两边 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刚刚也说过 Full Gates 现在只剩下 一些独立屋 最便宜的是 190万起 就是这个36尺 的floor plant 都是双车库 double car garage 有living room grate room 厨房 还有breast area 二楼这里 有五个睡房 total有两个洗手间 不过也要留意 第四间房和第五间房 他们是share洗手间的 Longry room 就会在basement 那里 这间房子大概是2500尺 还有几间是3000多 或者4000多尺 当然那些便会贵 是200多万 Richmond Green 就在Leslie 和Algamil 的西北角位 这个就是他的西区 他现在还有小部分的 双车房独立屋 是对着 backing on the ravine 开始价钱是200万 而且他现在还有一间 back to back townhouse 和其他传统的 townhouse 就是有154万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200万左右的独立屋 的floor plant 这间房子 现在有很多 对着ravine 大概是3989尺 这个已经包裹了finish basement 这里是有两个屋形 可以给大家选择 同样也是双车房 正门一进去 就有dining room 和书房 这里是厨房 和family room 这里 这些窗 可以看着ravine 二楼 这里 总共四个 四间房 和三个洗手间 这里还有一个小地方 可以摆书桌 或者做小孩的play area 第四个project 叫做ivilly townhouse 同样也是在richmond hill 它就在lesley 十九阶 东南角的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由一个知名发展商 叫做marling spring 在那里开发的 那现在不如我们看看 这个site plan 第一而期的site plan lesley和十九阶 它距离高速公路404 只不过是几分钟车程 去到elgamu 那里已经是有costco和食肆 所以地理位置 其实是十分之方便的 还有大家看看路 第二期的两边 有湖粒和树林 中间还有一个公园 公园就在这里 所以环境是十分之优美 因为其实你也不是说 找到很多这些townhouse 是可以有这么多天移环境 围绕着整个project 而且大家留意一下 这两个blog 又会对着raveen 和对着湖 它这里这些 就是有1加1的车房 或者是双车房 而且它的floor plan 很多都是三房 但其实你可以改到四房 它现在第二期 刚刚最新出的单位 起价就是126万起 Leslie和十九街 你现在经过的话 你会觉得 全部都是农地 什么都没有 不过我想 如果你隔三四年之后 这个area 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了 而且因为现在 那么多发展商 没有在各方面发展 我相信它将来 就会有些小的plaza 例如有convenience store pizza店 bubble tea 或者小餐厅等等 亦都会方便住在那里的居民 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现在苏花港四个楼盘 都是来高速公路404 十分之近的 或者是来高春都近 这些就 始终大家去找楼花港市 而相信都是想找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 那么周围去哪里都方便 第五个project 就是Angus Glen South Village 这个是由一个 在麦申市 一个专门起豪宅的发展商 卡拉莫起的 它的交界位 就是16街和Warden 其实就是以前 Yordano Golf Club 的location 只不过大家都清楚 Yordano那里 是买了给一些发展商 那他们就会将 火国高尔夫球场 重新发展 就会在一些 高级小小的 独立屋和townhouse 那发展商呢 他之前也都推出了 一新系列的townhouse 和独立屋 那我现在给大家 大家看看 这个地址和几个for plan 这个高级住宅社区 周边就有几间 出名的公立和私立学校 开车几分钟 已经可以去到 不同类型的supermarket 几分钟 亦都可以去到 404和407 跟高速公务 所以我们的location 十分十分之方便 它的宫户 大概会是 2024年的年初 就起好了 townhouse不大好的 2024年 都大约170万斤 而独立屋 就要215万斤 以上 看看其中一个 townhouse的楼手 Townhouse今次的設計屬於現代式設計 全部窗都很大 Townhouse有2280呎 就是雙車房 車房一進來也有一個Mud Room 這裡還有一個空間 你可以改成房間 或者只做一個Living Room 上去二樓有Living Room Living Room 還有廚房 Family Room 三樓這裏有三個睡房 這兩個睡房共用這個洗手間 剛剛忘了說 現在新出的Townhouse 或者剛剛建的Kennedy Manor 全部廚房出來這邊 是有一個很大的Terrass 你可以放一些BBQ路 還有更漂亮的Party O 或椅子 夏天可以坐在那裏燒飯 和招呼朋友 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這個呢 是43呎 3450呎 四房四尺 Double Car Garage 獨立屋 正門在這裏 進入門口了 左邊有個Office 右邊有個Living Room 和Dining Room 這裏可以有個地方 直接通入廚房 Family Room 和Betford's Area 這裏的車房 就是曬後面的 這裏有個Direct Access 所以經過Mud Room 就可以進入房間 二樓是四房三次 而且他們的房間 全部都是四次正正的 比較容易去買家具 介紹Freehold的獨立屋 和Town House 我這次就會分開兩期 上一期這裏 我介紹了五個樓花 第一個是 Old Rich Meadows Richmond Green Richland Ivy Lee 和Angus Glen South Village 好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衣服 把衣服 搭配 洗成 自己在行為 封場 衣服 明天 我們兒子 開到 穿回來 草 蠻